一趟得来速换一张熟课券 三张熟课券换一个69元的大麦克汉堡 但想吃汉堡怎么成本会是最低的呢 这一题被一个情义科大的学生给破解了 而破解的关键竟然是买塑胶带 一趟只送一张熟课券来来回回只买塑胶带 店员还是给 这名大学生抬风天前后连续两天买购物袋 换了200多张熟课券 事后三张券一组派卖29元 一组净赚23元 客人也省了40元就能吃到汉堡 自称已经卖了80多组 他既然没有做相关的限制的话 依那个什么广告内容 业者当然只能依这个内容 寄付给消费者 大学生还分享心得 每个小时可以排40张 换算能卖23组 卖出去之后就获利299 比打工时薪的双倍还要更高 这名大学生也透露 卖熟课券小赚了2000多元 很聪明吗 民众看法两极 好赚啊 可是这样不好啊 就是关于道德上的问题 那基本上 因为麦当劳也没有 他自己也没有规定好 就是有点在转那种游戏那种动作 那种感觉 观感不好 而消保官也表示 活动公告没有限制 不能够买塑胶带的优惠 业者只能认了 麦当劳公司低调表示 还是希望客人消费餐点 暂时不会终止门市的活动 而门市人员也只能够静观其变 还是怕民众蜂涌来 只买袋子换折价券 记者蔡小刚 李孟章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